今天第一個案例 蘇律師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丈夫走了 那媳婦到底能不能繼承公共的遺產 好 這個問題大家聽起來說 怎麼可能 這媳婦怎麼可以繼承公共遺產 這好奇怪的問題 這對夫妻呢 他們兩個很恩愛 感情很好 那這個先生呢 他的爸爸之前過世了 過世之後呢 因為這個婆婆已經過世了 就公共過世嘛 這個爸爸過世之後呢 他有三個兒子 所以這爸爸留下一棟房產的時候 這有三個兒子共同共有 也就是爸爸的遺產 他們三兄弟就沒有去做任何處理 就把他擺著 爸爸過世就擺著 所以他一個房子分給三個兒子 對對對 一個兒子擁有三分之一的產權嗎 這個是隱藏式的產權 也就是說什麼 你今天不像說 我們今天如果分配好之後 你有三分 權狀上面寫說我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他沒寫 他沒有寫 就等於是爸爸過世之後 這個房產 過世的本來是爸爸的名字對不對 他們只是辦了登記說 好 共同共有 三個人共同共有 每個人還沒有講說 那怎麼分呢 所以沒有持分 三個人完全綁在一起 所以這大家這樣把它理解說 這個就是公共的遺產 還沒有分配 所以如果大兒子要賣 需要經過二兒子跟小兒子 任何一個人要賣都要經過 全不能同意 不然就要依照土地法規定 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這些問題 所以就把它綁在一起了 到後來 後來 那三個兄弟可能是感情很好嘛 就沒有去處理分割遺產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 這個媳婦先生 就他們夫妻 小兒子先過世了 丈夫過世了 丈夫過世之後 欸 問題來了 這個是公共的留下來遺產 媳婦可不可以繼承啊 因為如果說他們兩個是夫妻 對 那他過世之後 他沒有小孩嘛 對 沒有小孩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擁有他的財產 他的遺產裡面應該他要繼承對不對 可是這個地方是公共留下來的啊 公共留下來的等於是公共留下來遺產 還沒有分配 那有點怪怪的 那到底這個他可不可以繼承 那我們先講答案好了 答案是應該是可以繼承 可以繼承 來 我們慢慢來分析 這件事情有哪些爭議 好 這件事情是這樣 爭議是第一點 媳婦不是喔 他不是公共的繼承人 為什麼可以啦 好 等一下我們來講 所以因為他可以 為什麼可以 第二個爭議 那今天這樣 剛剛還沒有分割的財產 還沒有分配的財產 他一定能夠分到嗎 透天錯 剛剛我們講在分遺產的時候 他有權利 可是可不可以真正拿到那個房產 抽象權利有 可是真正能不能拿房產 所以可以 但是還不一定能夠真正分倒 我們等一下看那個問題在哪裡 怎麼要分配財產 那麼這個事情讓我覺得 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公公的透天錯傳承給誰最有價值 今天在這裡面 其實有幾種角色 對媳婦來說當然拿到錢對不對 可是對公公來講 我們留一棟透天錯 那你想要給誰啊 祝華 你的房子想要給誰 兒子啊 對 兒子嘛 但兒子有生兒子跟女兒 兒子有生孫子跟孫女的時候 你要給誰 對 很多地方你也有很多想像對不對 那當然像剛公公過世 他想要給兒子對不對 兒子兄弟一定感情很好 大家想要綁在一起對不對 可是兄弟 三兄弟他們希望房子給誰比較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來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好 媳婦不是公公的繼承 為什麼他可以拿到公公的遺產 好 這樣問題來了 這我們要慢慢來講 今天繼承的順序是這樣 一個十字架圖 今天我們被繼承如果今天是公公 對 今天公公 他在這邊的情況下 他有孩子 所以他的孩子三個子女 可以繼承他財產沒有問題 三個孩子繼承公公財產 這沒有問題 媳婦沒有在裡面 他不能繼承財產 這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把它清乾淨 但是今天問題來了 今天是丈夫 就是小兒子 今天這小兒子 小兒子過世的時候 他有什麼 小兒子沒有子女 沒有小孩 但是這個媳婦是他的配偶 對不對 所以配偶可以繼承這個小兒子的遺產 還有呢 今天小兒子的爸爸媽媽也不在了 所以也沒有子女 爸爸媽媽也不在 所以他兄弟姐妹繼承 所以小兒子的遺產裡面 由他的配偶跟他兄弟姐妹繼承 正好小兒子遺產中有公公透添出公同共有權利 因為小兒子遺產裡面他本來就有公公 也就是他的爸爸的遺產分配權利 所以這時候呢 媳婦當然就繼承了小兒子 他擁有公同共有權利的偷天做權利 那幾個人來分 我們來看 這個三個兒子公同共有的情況下 雖然還沒有分的情況下 潛藏者是說本來大兒子 二兒子 小兒子 每個人都有三分之一 還沒有分 公公過世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三分之一 只要他們分配完之後 其實是OK的 他們現在沒有分配 因為他潛藏是有三分之一的權利 他過世之後 這三分之一的權利 應該要給他一半 給太太可以分一半 為什麼呢 因為小兒子的繼承 不是 小兒子的遺產 並不是太太全部拿走 因為他雖然沒有孩子 沒有爸爸的情況下 他的遺產是由他的太太跟他的兄弟一起繼承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遺產裡面的一半 也就是像是這個房產裡面 六分之一是得媳婦的 所以另外那時候另外六分之一在哪呢 是在給他們 了解 了解 所以在這情況下 潛藏的持分是這樣子 那你就說為什麼 律師已經在講潛藏 潛藏 潛藏 是什麼意思 感覺聽起來怪怪的 也就是說今天這是遺產分配的時候 這等於是大家如果說照著來做 是可以這樣持分的 也就是說今天 所以這邊都分給他之後 他就是拿六分之一 但這其實遠比這樣的複雜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呢 這裡面呢 小兒子還有其他財產呢 可能他還有另外一棟房子啊 他可能有現金啊 可能有股票 他有可能有股票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混合加起來 一起來什麼 分配 所以今天啊 為什麼我常鼓勵清清楚楚 如果今天如果今天公公過世的時候 就是這個爸爸過世的話 如果他還在的時候 最好把這個房產把它分配清楚 盡量不要讓大家是變成共同共同的狀態 因為到未來最後 他不在的時候 哇 其他不是這個家族裡面的人 可能因為有個人過世 他就開始進入這個家族的財產做分配 所以我們今天 媳婦是不是一定要分配到公共 是不是一定分得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是不一定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算出來這個持分之後 我們就要了解說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有這樣的權利 那怎麼樣才能說 那誰最後 這個房子應該是入死誰守 我們就要看下一張了 這就下一張說 今天我們要分這個房產的時候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說 今天如果全部的人 活的人 這兩兄弟還有媳婦達成共識 就可以做個協議分割 這協議分割裡面 雖然我們知道 媳婦是不是可以拿六分之一 對 對 可是呢 最後我們協議分割可不可以說 那媳婦拿全部可不可以 拿什麼的全部 那房子全部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不可以對不對 太多了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今天媳婦可不可以說 他完全不拿 也可以喔 我們在學數字的 會覺得說 媳婦一定要拿六分之一對不對 其實是不一定的 在遺產分割 只要大家達成共識的協議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遺產分割裡面的案子裡面 我們最喜歡是說 大家如果對這個遺產的分配權利 能夠達成共識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個協議分割 那分割出來的話 那就可以 譬如說房子呢 可能給大哥二哥 然後呢 媳婦拿到一點點錢 這樣子也可以完成分割方案 今天公公過世的時候 如果你都沒有去 好好去把它好好處理的時候 這個財產就會變成說 留價到後面的時候 那會變成大家都要 很多人都要一起同意 才可以把這個遺產分割完成 OK 那麼如果說沒有辦法完成的時候 就會進入到一個叫做裁判分割 裁判分割就是說 請法院來判 所以這時候法院判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像這個彈性 就是我剛剛說 有一些彈性可以做處理 它依照各自的比例 那那個公平分配 所以媳婦是六分之一的話 那大概還一定要拿到六分之一的持分或者權利 所以在這裡 法律遺產分割方法 今天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呢 還有一個 就是說今天媳婦 就是說那這樣不是夫妻財產分一半 給太太嗎 就是夫妻財產 因為這個透天拖兒屬於無常取得 是等於爸爸給他的 就是繼承來 所以不屬於夫妻剩餘財產分割請求卻 好 我想說大家一定聽到這邊會有點亂說 看起來有複雜 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件事情 每個人 我們在財布傳承 看起來好像在講錢 我們前線百分之一 看起來在賺錢 可是其實他賺幸福 跟賺這個意義 今天這個爸爸呢 他在世的時候 他一定有想法說 請問他一定會有個想法說 這個房子給誰 對 這件事情呢 他有沒有做決定 他如果做決定 在這邊寫一份遺囑的時候 他寫一份遺囑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決定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 A時間點 但如果這A時間點 他說沒有做就過去了 過去時間點的時候 接下來他過世之後 就有一個B時間點 對 就今天他們三個都在的時候 三兄弟可不可以講清楚 這個房子留給大哥比較好 二哥比較好 因為有可能他們這個不需要 或誰需要 如果這B時間點 他可以講清楚的時候 這個房產也可以留給這個家族 最適合 最需要的人 那B時間點過去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C時間點 小兒子還沒有過世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想說 哎呀 爸爸這時候留下這個 我們三兄弟共有 我們雖然三兄弟 因為感情好 沒有去分割 我可不可以寫一份遺囑 我如果寫一份遺囑說 哎呀 這個房產就給他們 繼承權利就給他們 那麼其他 我其他自己賺的 再給我的太太 這時候也可以讓這個房產 給到他們應該給的人 也就是說他覺得 他覺得應該給的人 那如果今天這沒辦法 才能告訴他 第一時間點 第四個時間點 只能看他好好協議 裁判分割 看這個房產給誰最適合 除此之外 下個案例要告訴您 前一陣子余樂圈才傳出 有藝人他的爸爸媽媽失智了 結果沒有想到財產就被他的手足 甚至自己的手足寄餘 然後全部都過戶走了 到底該怎麼樣保護我們失智爸媽的財產 休息一下 蘇立誓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主能不能換壞 類似的